改成哪一區吧 比如說第一個我可以把這個複製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甚至你可以有固定 SOP 有沒有 這邊資料可以把它移除重複 然後有沒有有欄位 我可以按確定 總共有這麼多區 OK 那這麼多區的話 我希望一個一個一個的幫我 建立出來的話 它其實也是大體一樣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程式部分 第一個當然我們可以 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在時下登錄這個project底下 然後呢我們可以拿剛剛的這一個 裡面的第一段程式 也許請各位試試看 比如說我要分割它 然後做篩選 甚至好像其實 程式 需要改的不多 不過我覺得這邊其實可以把這個範圍 這個也許可以用剛剛講的 用Current Regio 有沒有Current Regio的好處是 但是完全不需要修改程式 然後把這部分也許試試看 前面講的部分 請各位試著把它改改看 然後再做一些基本的篩選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把這個 這個作儀重複 然後篩選的話 按一下 全部OK 然後刪除 其實程式沒有改很多地方 不過當然如果你要一勞永逸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原來我們的程式 原來寫的是長這樣 就是說它是一個固定的範圍 有沒有 比如我A1我看到L到2500 可是這樣的寫法 其實我是覺得 剛開始你在寫成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最後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就是我剛剛一直強調 Current Regio 就是以A1出發 幫我有點Ctrl向右向下 你可以用Current Regio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就自動幫你把它擴大了 另外就是說 我剛剛本來是2到7 可是你就用向下追蹤 所以K欄嘛 這邊K欄就向下追蹤 反正我不管 你有幾區 我就幫你跑幾個回圈 然後跑完之後的話 就自動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主要就是這個有把它改成向下追蹤 所以未來 你們要能夠去變成活的 你可能要去 這些東西都是小細節 以後你只要貼過去 改一下哪一欄 其實就OK 再來就是剛剛在Current Regio 這個也改 底下這邊也改 反正你只要看到 剛剛是A1到L2500的話 其實就乾脆改這個 以後貼到別的地方去 甚至也都不用改 改到什麼地方 只要把你的那個什麼 清單的那個欄 改在正確那一欄 其實就OK了 所以改完之後 跑起來好像也蠻順的 我看一下 按一下它 馬上都OK 我看一下 感谢观看